Leo聊世紀 天氣多過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西西里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羅伯地圖 好 昨天Viper對上路易斯的比賽呢 昨天路易斯的表現相當不錯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這位英國新秀 他的實力到底穩不穩定 那這一把我覺得挺有趣的 Viper選到了西西里 路易斯選到了義大利 那我們先來討論一下Viper的文明 西西里人 西西里人特色呢 所有的路定單位都有傷害的減免 如果他要出這個強弩 被戰矛打也會有傷害減免的效果 出其次呢 也可以對槍兵的傷害再少一點點 那西西里人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 還有這個塔弓路線比較適合 工程器路線雖然有工程工程師 但是通常單挑不太會出到重頭 或是後期盧炮的問題 所以他的工程器後期大部分會看到是 大通車或是巨型頭司機做為工程主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義大利人特色 義大利人特色呢 是升級時代時有折扣減免 而且火槍跟火炮價格非常便宜 最好的事情是喔 他三攻三防都有 不管你是要打步兵攻兵騎兵路線都是適合的 而且還有大落馬 那他缺點是呢沒有大槍兵的關係 所以後期需要遇到打游侠的時候 還是得靠寶兵勒納爾弄手 作為主力會比較好 那後期呢他的打法還可以考慮轉勝率喔 勝率科技基本是全滿的 沒有一段邪說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 Wilz 不是Wilz 是Ruiz Ruiz Ruiz 那為什麽之前唸成Ruiz呢 是我之前聽朋友發音喔 搞錯了 他唸給我的 原來也是錯的 看來還是要去看Google小姐的日文翻譯 我才看得懂 我才看得懂 那我現在都直接翻成日文了 翻成日文的發音感覺會更正確一點 Ruiz 好 那獅獅蟻人呢 這邊的地圖看起來是下面有一塊黃金 上面也有一塊喔 黃金的位置看起來還行 沒有到很糟 那黃金位置都沒有偏正面喔 我覺得都還行喔 但是這黃金是有點空曠的喔 所以Rype要怎麽守住這塊金喔 跟空曠的這兩塊金是個重點 那下面的部分插個城堡應該是什麽太大問題 那如果一旦第一根城堡往下插喔 防守效果會很不足喔 通常地跟城堡還是要插在偏正面的位置喔 或是偏上方空曠的地方喔 像這種地方就很適合喔 可以空到兩塊石頭 相當舒服 好那Rype這邊已經升到了封建時代 那Willis 不是Willis Rype這個習慣很難改 習慣很難改 Rype這邊的支部技術還沒有點下 那大家已經快要學到誰叫我念Willis 這個也是一位日本朋友 教我念的喔 跟他聊天的時候 跟他聊世紀帝國 他跟我說 我才發現喔 這根本就是Louis 我們兩個人英文都不好 英文都不好 非常抱歉喔 上個影片把人家的名字念錯了 好 那來看一下義大利人喔 那義大利人這邊已經點下了一級伐木 這個一級的肉馬也點下去了 這個純肉馬開局 義大利人的開局方式喔 還是比較偏向肉馬開喔 雖然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中後期喔 工兵轉這個奴兵配騎士喔 也是不錯的 但前期還是肉馬轉攻喔 會比較適合 那這也是比較符合現在所有的META打法 好那現在看到Rype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開局 而不是騎士開 好這裡黃金金礦座 三個人挖金礦 好這裡要小心 那三個人挖金礦跟四個人挖金礦差別在哪裡喔 差別是在於喔 工兵會斷喔 那一級射會有比較難點的問題喔 但是這也是要看你是哪時候挖的喔 像MIPER這麼早挖喔 三隻村民其實就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的產量 那到了大概十五十六分鐘之後 才有可能會出現斷攻的情況 唉唷這隻村民怎麼被啃死了 MIPER開局被拿下一村 這隻村民也有機會拿得掉 MIPER這個圍 哇路易斯這個手術 太漂亮了 直接在世界冠軍秀了一把手術 MIPER表示 你居然用我的魔法來對付我 蛤 什麼 蛤 好 現在MIPER想要 手朱帶兔 但最後還是被洛馬給剪掉了 哇路易斯真的是超級穩健型阿 打得好穩阿 好 可以看到他這邊圍加喔 沒什麼問題 好打法真的是很像一般的職業選手的那種穩定度喔 打的就是追求的一個字 喔穩 好那MIPER呢這邊的打法是比較追求於阿 他的這個天梯練習阿 所以盡量不會去圍加阿 但是遇到路易斯這樣的選手 穩健型的話 那這邊就會很難打了 因為他要打出破口的話 還是適非得靠弓兵 但只靠弓兵的話好勝就很困難 因為畢竟人家 只要出個毛兵 不能擋住 沒有洛馬在前面幫忙輸出 打這個牆的話會打得很慢 好那MIPER這邊就去出弓兵 好弓兵來到這個時間點17分鐘 來到了9隻弓兵數量 這邊弓兵可以繼續按 但是這裡準備升時代 準備要來斷一下弓兵了 好 現在把對手逼退到右邊防 路易斯這邊地圖看起來還可以喔 黃金有一個在後面 而且這邊圍加戲劇喔 我特地把這個金圍出去喔 這個金防守就很輕鬆了 好沒什麼意外 準備來升到城堡塞了 好義大利人這裡點下了一擊挖機 好那現在開始轉馬開 義大利人準備走騎兵轉戰矛 戰矛兵的三級還沒有完成 好先點一個二級射 好手不王二級射很強 但是不點 直接取消 直接把viper的弓兵全吃了 好viper這裡一坨弓兵 還在繼續出 直接走奴兵路線阿 1CC裡奴兵路線 然後轉3TC開弓 好但是弓兵直接被路易斯全吃 路易斯全吃 好現在十二隻的蛙精村民 現在有點難挖了 蛙精可能會控制住 還是要轉點騎士吧 或是先轉個修道院 家裡防守也可以 viper現在的打法會比較被克制住 因為對方是毛兵開 但是毛兵現在沒有升到戰矛 好像威脅性也不是那麼大了 義大利人這邊是全走騎士路線 雙馬就爆馬給壓力的路線 那viper這邊勢必一定要轉出修道院才行 但是現在農田他想先顧好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去轉修道院 不想要先斷村 好這裡可以看到viper這邊 TC閒置來到1分23秒 還算是偏斷了 畢竟是3TC開弓 肉是按的比較極限 那這邊如果是要繼續維持3TC的肉類的話 騎士就不能按太多了 一定要靠著弓兵去守住家裡了 好這邊補了一個大學 先來一個彈道學 好工兵不能出門吧 這個工兵出門我覺得是偏困難 好騎士過來想要吃掉 拉過來騎士應對 左邊騎士本來想要會合 但看到後方又有一個 好這裡又補了一個修道院 來回這一波被溜進來 不為家一直被溜 很舒服路易斯表示 哇Buffet 聰明Buffet吃到飽 想吃誰就吃誰 好左邊的三隻騎士 在這個這個位置 現在這個村民 還有兩隻保留下來 好彈道學 還有45秒 這些工兵 完蛋 好像可以打得贏 好但路易斯這邊好像自己也是沒空 好 這些殘血騎士拿回家 按個僧侶 繼續補血 OK 僧侶已經出好了 然後讓滿血的繼續出門 OK 這樣子就可以延續 這個路易斯的 戰法 搞定了搞定了 VIPER這邊慢慢守住 但是聰明術還是有點被擊殺到 來到六隻損傷 那現在是75打647 聰明術目前是VIPER的領先 軍事方面來說還是 就是 維達利 這邊給的壓力很大 但是VIPER的工兵已經慢慢成型 所以壓力 說大也不大 說小也不小 好這一波 生物能夠撿得到嗎 我第一時間回頭 再來不及 好這邊 騎士上高地 高打低 正面的騎士要被解掉 VIPER開始拉工兵 工兵拉 殘血拉回去 威爾斯這邊 路易斯這邊 打得很漂亮 路易斯 路易斯 路易斯這一波 直衝 不管 二級馬牌 砍掉了大量的 騎士 的工兵 不是騎士 好 殘血的騎士再往回拉走 正面的聖物 著想 可以招一隻滿血的 往上拉 極限往上拉 又守住了一隻 OKOK 好 VIPER 西西里 魯兵開 瑞伊斯這邊 要想一下 要不要轉一下兵了 下方補下了第五個城鎮中心 VIPER這邊就可以開始挖石頭了 5TC開農 待會直接轉薩基特衛兵 首加或是進攻都可以 那我就覺得拿去進攻會更好 因為這個步兵的數量夠大 給到對方壓力也是足夠的 而且防律夠高 城鎮中心根本是不太動 好 這裡來不及 撿到生物 招想也來不及 正在路易斯 好 等下了手推車 3TC 具性能 說明處 目前還是落後 但是 TC 閒置 並沒有到這麼多 這個 城鎮中心的閒置 好 現在 八次風兵 在這邊繞 好 但是路易斯 後面的騎兵大軍 已經來了 好 VIPER的多線進攻也來了嗎 這一波 攔截 生物 看到 勝率往上走 欸 結果這個生物搬一搬 沒有看到 搬生物的人 好 這裡被打破 丟進來 騎士過來 救下 這裡要遞牧牆嗎 卡著這個牧牆 哇 往後溜 想要抓村民 但是後面已經沒有人了 VIPER這一波 照不到任何的村民 送掉了自己的兵 好 這裡撿生物 終於看到生女 在後面這裡 兩隻生女直接倒地 VIPER也是把 路易斯的生女給擊殺掉了 義大利人現在繼續 爆出了更多的騎士 公分一直一直被瓦解 VIPER的主戰力 完全潰不成軍 公兵路線 可以告一段落了 先升帝王時代吧 好 這裡村民可以再按一下 這個城堡還要再蓋一下 好 先點下了步兵鎧甲 先升帝王時代 對啊 他怎麼在等城堡 我剛剛想說 你不是有大學跟修道院嗎 直接點帝王時代就好 好 先轉槍兵 槍兵先補下 那 路易斯準備要來攻城了 欸 這按錯了 升級時代怎麼升到呢 成真瞭望了 好 勝負這顆沒有撿回來 騎士往前衝 砍掉 路易斯這邊 沒有點前程 也沒有被導降 算是蠻幸運的 好 點下一攻 那現在電話時代點下 點下第一次十字軍中針 那騎士這麼大量 MIPER可能會被打倒嗎 好 這裡軍營趕快補了 軍營現在補到三個 之前騎士兵在後面盧曉 殺金特衛兵出來了 好 開始流 好 殺金特衛兵這邊的目標 好 事先守家 完蛋 這一波騎士可能會打不贏 哇 這波騎士雖然太大 槍兵趕快按 路易斯想用這一波騎士 給到VIPER最大的壓力 確實給到了 哇 這裡路易斯打得非常好 好這一波送進去 VIPER臭兵術有所下降 好趕快繼續出槍兵 還好TC有二級射 傷害是7點傷害值 好槍兵收回來 好再回去砍一下 好剩下兩隻騎士了 終於要解掉這坨兵力 正面的部分 薩金特衛兵往前 想要阻止蓋寶 但是沒有辦法 這根寶也是要被蓋起來 路易斯現在這根城寶 現在在給壓力 VIPER這裡有幾隻薩金特衛兵 走到了這裡 但是要被騎士給擋下來了嗎 現在攻擊力也沒提升上去 傷害其實有點差 打騎士打得很痛苦 哇 砍不動 薩金特衛兵打騎士 真的是砍不動 好 現在義大利人可以轉傭兵 或者是轉騎士繼續打也行 那目前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義大利人最好辦法就是出火槍就可以了 現在大約上帝龍時代 先點化學 化學先補了 化學補上 巨型特術機趕快按 OK 重裝騎士 三級馬鎧 繼續走騎士路線 騎士轉火槍 反正火槍便宜 火槍守家裡 騎士給壓力 路易斯這邊是兩根城寶 VIPER這邊也是兩根 但是城寶沒有在上方 這裡感覺可以再補一個城寶在這裡 不然這裡一直被騷擾也是很難受 要一直收村 好 強兵在家裡 先點下了金瑞薩金特衛兵 竟然走衛兵路線 這有沒有搞錯呢 好 騎士在後面砍得很開心 輪到了重裝騎士 強兵繼續擋 VIPER這一波臭名術又有大量死傷 先跟城寶的工程 VIPER是暫時有點劣勢 後面已經有來到了4台巨型特術 VIPER是3台 現在騎士還有再繼續砍 VIPER這邊槍兵還沒升級好 我要這邊放出來繼續被砍 鎖村再放回去 下方的城寶已經打掉了 但是路易斯這邊城寶也沒了 好 這一波多先進攻 戳掉了幾匹馬 上方的村民 應該沒什麼問題 有槍兵在上面 現在槍兵往前 但巨型特術也往前 VIPER這裡危險 真的要送巨頭了 好 城寶直接進攻 不想要給VIPER有任何機會 現在槍兵數量是一大問題 槍兵雖然不夠多 VIPER這一波往前 硬拆掉一台巨型特術機 第二台有機會 第三台呢 第三台繼續敲 敲掉了 哇 直接用薩金會兵敲掉三台巨型特術機 這一波真的是不虧了 好 槍兵趕快補到正面的位置 正面趕快補巨頭 跟槍兵才行 好 但是火炮出來了 火炮能戳掉嗎 有困難 VIPER現在的軍營產能問題非常的大 現在補到第四個軍營 感覺至少補到六個才行 現在肉也不夠穩定 好 巨型特術機 砸掉火炮有沒有機會 躲掉 漂亮了 這一波又躲掉 VIPER的巨型特術機 繼續再修理 好 路易斯火槍出來 VIPER的槍兵攻勢 可能要被瓦解了 人家要轉兵 就是這麼的輕鬆 好 薩金特術機在後面偷打 怎麼辦呢 投授那麼多科技 在寶兵 薩金特術機身上 但是遇到火槍 只能轉戰矛了 待會三級射還要補一下 好 巨型特術機 還在想到打掉火炮 火炮在玩你追我跑的遊戲 好 現在第二台火炮要來了 感覺快要修不起來 繼續修 再打一炮 哦 殘血活了下來 好 轉戰矛 可能轉戰矛了這裡 但轉戰矛就沒有主動權 好 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好 薩金特術會變成騷擾 讓路易斯覺得有點麻煩 但是我定度來說 還是路易斯這邊更上一層樓啊 Miper難道要倒了嗎 復維加 遇到英國新秀 路易斯 現在好像有點 扛不太住了 緊緊引進來到了極限 好 這裡射掉 好 火槍往前 地達利人 二級射 彈道雪點下 增加一下城堡的整度 好 Miper在上方 兵力已經差不多 把這些石頭給吃完了 Miper這把最大問題就是 薩金特衛兵一直沒有太多的機會 可以去後面插城了 好 這邊用戰矛兵打掉了非常多的火槍 但是戰矛兵被火炮打了一炮 直接死傷殘 倒了一大片 義大利人這邊開始轉洛馬 大洛馬這邊要找個機會升級 好 火槍往前走 戰矛兵 擋住 火炮打 火就走位 火炮數量真的是有點多 好 Miper點下了三級的護兵台甲 火槍兵直接走上個高地 高打第一 優勢非常巨大 Miper只能被迫搬家 這一波Miper 只能跑了 但跑了之後還能繼續防守嗎 這裡的兵力已經潰不成軍 現在 路易斯 優勢非常巨大 怎麼輸 路易斯這個真的太穩了 在路易斯身上看到了年輕死的Miper的感覺 看到世紀帝國真的要改朝換代了嗎 有沒有可能 明年的世界冠軍 就有可能變成路易斯呢 好 好 那這一波打完 Miper 補了更多射箭場 那應該是無力回天了喔 這裡這麼多田已經被拆了 木頭也不夠穩定 即時搬過來 也沒什麼太大機會 Miper就算有黃金 也擋不住巨頭接下攻勢 還有火炮這邊的繼續輸出 怎麼打 都沒有太大機會了 好 好 這裡 肉麻繼續過來 Miper往上搬家 瑞易斯表示你怎麼還不醜 不然是右邊這邊還想繼續進攻 但是城堡出來 瑞易斯這一波繼續猛攻 不管你 這一波直接想要過來蓋寶 這什麼東西 這根寶能蓋起來嗎 火炮直接直接集火一下城堡就沒了 爆了直接減650 5 VIPER心態炸裂 拉了村民過來 直接扁劇情投資機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路易斯拿下比賽的勝利 路易斯 義大利人打得好穩好穩 前面轉肉馬 後面轉騎士 火槍 便宜火炮 火槍 然後加巨頭 穩定的猛攻 只靠了騎兵路線 就打爆了VIPER的西西里 我覺得 VIPER走工兵路線 感覺不太確定 是不是一件好事 可能一開始 城堡實在就直上 薩金特衛兵 或是直接走槍兵路線 可能都比走工兵更好 這間工兵的分推 數量一旦沒有辦法起來 就很難形成持續的壓制能力 很容易被大量的騎士 直接吃光那些奴兵 而且又是分隊工兵的關係 數量根本起不來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的話 是由路易斯拿下經濟上的勝利 石頭的話 輸了大概2000 VIPER雖然石頭贏很多 但是沒有善用西西里的塔攻優勢 這個優勢沒有了 基本上就很難打贏對手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